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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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子的体验 我真是只能在家中感受到 然而 他们可不只是单单赏景 按照节目的一贯套路 这红蓝两队之间的竞争是避免不了的 作为红队的智商扛靶子 咱们的奖心可谓是在答题环节 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各种帮队伍拿分了节奏 当被问到兵马俑猪土是什么颜色时 奖心张口就来粉红色 没想到环给答对了 只是这次讨的过程还是有点本 女之为啥是粉红色 小姐也不知道 还是默默的等到周五晚上去看节目好了 话说到时候 别忘记回来和小姐一起商量我 吃 逛吃逛吃 小姐姐们hold不住啊 好饿好饿好饿 我真的好饿 没办法 只吃喝喝乃是咱们精致的猪猪 系女孩最稀罕的事情 所以这外出旅游商品什么的 只能去居第二 吃便当地所有美食 才是猪猪系女孩们的头等大事 来到西安 这吃的自然是 不能少的 裤带面 肉粘膜 锅盔 都在向咱们热情的招手呢 在本周五晚上的我们来了周 在答题环节获胜的蓝队小可爱们 获得了去搜集各种具有西安策策的声音 摔酒碗声 见面瓢声 唆呐声 风铃声 锣鼓声的任务 在这些声音中 让你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一言不合就在这喧闹的环境中 品味的宁静的魅力 然而 搜集任务只是其中一项 沿途尝遍所有的西安小吃 才是小姐姐们的最爱 在周五晚上 咱们就可以跟着小姐姐们吃遍西安有名的美食 看看小姐姐们这一个个吃货的样子 放开那个美食 让小姐也尝一口吧 这次是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隔着屏幕尝美食了 竟然是文化体验类真人秀 这光吃可是不够的 还得学会做呢 这个甩面低舞蹈也是厉害了 一定要见面浮夸 才能做出这又长又宽的面出来 来 跟着师傅和小姐姐的节奏 咱们一起舞起来 小姐弱弱的感觉 本周五晚上的节目会馋死人 要不 在看节目之前 咱们组队先去逛个超市 准备一点干粮 学 学行墙 拌花蛋 旅游还顺带展个姿势 读案卷书 行案礼录 身体和灵魂 最好全部都在路上 所以外出旅游的朋友们 简简单单的玩耍可是不够的 我们怎么可以放弃这种学习的大好机会 让自己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维富的长姿势呢 没关系 在一忙的旅游中 没意识到这一个问题的朋友们不要担心 毕竟在这周五的晚上 你一样可以跟着小姐姐 弥补上之前落下的功课 本周五晚上 我书将带领红队 去到陕西琴枪的聚集地 艺术社 学习西北独特的琴枪 在这里 管之林 蒋欣 送亲一言不合 就接受了这次挑战 管之林主动请应担任梅蛋 送简则担任小蛋一脚 蒋欣则是在老师的提议下 接受了花蛋的角色 看看这些优美的喜剧扮装 这就是无可抗拒的东方魅力 在周五晚上的节目中 一贯优美的关姐姐竟然要出版 在跟着老师一步一步的学习媒婆的走姿时 预告了瓶颈 同手同脚 别笑 想想军训时走正步的积极 Anyway 关姐姐都是我们心中的最美媒婆呀 上一战因为升至芭蕾舞的难度和压力而落来的宋切 则再次挑起重担 挑战琴枪补格克 琴枪是中国西北最古老的戏剧之一 流行于中国西北的陕西 甘肃 青海 明夏 新疆等地 其中一陕西宝西的西府琴枪口音最为古老 保留了较多古老发音 不知道咱们的宋切小姐姐到时候会给咱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毕竟我西姐可是从不切场的 闹 话音老腔跟上freestyle韩歌播书都认不住rap聊悠悠切课呢 freestyle来一趟国庆假期遇上中秋节 借中双节的梅 小妙 巨人日子 带着爸爸妈妈看上一场老少街移 既传统又时尚的晚会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国庆委把甲的最后一个活动 那就是周五晚上打开电视机卡 我们来了 包含将带领完队携手前来助阵的李文和Tizit 将李文的知名歌曲 刀马难进行改编 加上具有西安传统特色的说唱歌词 又融合高唱豪迈的话音老腔 最后再来一点年轻人最爱的rap 一首集剧时尚年代感的歌曲就出现了 就连韩歌也被这些躁动的beat和flow感染了 一改往日复古优雅的卓卓风格 换上一身嘻哈装饭 更是在现场来了一段湖南方言说唱 红红火火晃晃哭哭 从向身受湖南树谱熏陶的小剑 弱弱的感觉这种自带湖南风格的 小剑很期待我 连一项书生气十足的喊歌和博书 都经不住wef之魂的诱惑 像必周五晚的一定很有感染力 小剑都已经等不及了 国庆就应该这样子过 约上一大帮朋友 轰轰烈烈的疯狂一次 国庆小长假 其实并不一定要去看人看车啊 舒舒服服的待在家里 因为你想看的 你想做的 我们来了帮你实现 跟着小姐姐们的脚步 继续心安之行 我们一起探寻 幽远震撼的冰满永文化 联听古老深邃的黄土地声音吧 本周五啊 我们来了第二季 让我们红尘作罢 一起唱游西安吧 红尘作词